放假没回家的报道一下 蔡斌二次执教中国女排 球迷只记得她不锻炼新人 她在追求什么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一次 从江苏女排二进攻 执掌中国女排的蔡斌 不单单不喜欢使用江苏女排的新人 甚至其他球队优秀的年轻球员 她也几乎没有怎么看得上 不管是试联赛 还是亚运会 蔡斌只会死守一套 狼屏留下来的阵容 我们球迷看到了 朱婷 张长宁和姚迪也看出来了 蔡斌的水平和能力有限 不具备国家队主教练的资格 蔡斌带领的这支球队 愈弱就强 打亚洲队全胜 沾沾自喜格局小了 有能力去打败欧美强队吗 这支队伍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 主教练胸无大志 眼光太浅 这次亚运会 夺冠固然可贺 但要认清对手与自己的实力 对手是二流 甚至三流选手组成的队 那么我们夺冠的含金量是多少 张长宁对蔡斌认识的最清楚 所以 刚开始准备付出 结果后来一看蔡教练 就一拖再拖不出来了 打日本二队 李盈盈都差点用废 一套人马用到底 一个教练 能连续两次带队 输给泰国 连多米尼加也输的教练 能带出好球队 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的教练 能是好教练 中国女排在奥运资格 亚运会出现的问题 只要是全身心投入的普通教练 认真应对 都不会接连出现这些问题 蔡教练是否受到各方面牵扯造成的 其实国内省市女排队主教练 大都不愿近期做国家队主教练 责任大 压力大 收入低 最重要的是 女排陷入周期性的低谷 人才凋零 需要重新打造磨合技战术打法 朗岛的战术打法 需要朱 张 霍利 严等的巅峰状态才能打好 很难出好成绩 说心里话 为了女排的未来和发展 吴孟杰是不二的人选 从技术和各方面来说 他完全超越了王云露 只是大赛经验少了点 王云露各方面已经定型 不可能再有提升的空间 为此 为了中国女排前途着想 蔡斌必须大胆使用吴孟杰 王云露扣球扣不死 拦网拦不住 防守弯不下腰 不知道蔡斌看好他哪一点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